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to live up inside We're going to live for you 像有一些刚来到美国的观众会不太熟悉 就是说报税的季节虽然可以延后半年到10月17号 但是在4月18号以前 就要先付款 对 那这好像就是一般我们这种外行人听来就会有点问题 就是如果我还没有报税我怎么知道要付多少钱 OK 所以我们就要看你们的收入 还有一些支出可以去拿去扣税的 比如说个人的退休账户 Traditional IRA 这些都是可以拿去扣税的 一年最高可以扣到5500块 OK 那我再澄清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我即便申请File Extension 到10月17号以前才报税 那在4月18号以前 我要先有一个estimate 预估一个付款的金额 然后先付税给政府 这样对吗 对这样对 我们会计是可以帮你做一个estimate OK 那所以刚刚提到很重要 就是说在那个estimate里面 通常我们本来是照收入报所的税 那可是因为你刚提到说最高有一个5500块的 就是可以withdraw的扣款 那那些扣款 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项目可以来提醒一下各位观众朋友 OK 除了这个Traditional IRA 以后 还有学费 假如有小朋友要去读大学 有学费的话 这些也可以拿来做Education Credit 然后有一些health insurance premium 我们每个人都要买保险 这是premium也可以拿来扣税 所以这样听起来 刚刚那个所谓的Personal IRA 就是所谓的个人退休账户 对 就是individual的retirement account 对 那是所谓的401吗 401k是同一类的东西 但是401k一定要是从公司帮你开 这种账户不可以自己开 OK 但是Aira Traditional IRA 我们自己个人可以自己去银行 去investment firm开 OK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个自己的traditional 不是traditional的401 是一个个人的Aira的话 那个里面的款项 也可以成为扣税的项目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 您刚刚讲到说 教育的部分是说 如果说今天报税的人 家里只有小朋友的教育 有没有限制年龄 在什么年纪以下 才能够教育的学费可以报税 通常都是19到23岁 对 这样就是full time student OK 所以19到23岁的college 通常是college level的full time student 可以 教育学费也可以报税 那每年可以拿到最高2500块的tax credit OK2500块 刚刚提到说 有健保的也可以抵扣税 那因为最近 就是欧巴马的保险实施了之后 好像这个抵扣的部分变得很复杂 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OK 所以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新法律 有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 报上去的收入报得很低 他们希望可以拿到政府的subsidy 补助金 对 那以后到了年底 在做报税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我的收入是比之前报的高 这样的话就变成我要把这个补助金还给政府 所以有这个surprise OK 所以这个部分会提到说 大家在买健保的时候 很可能因为你想要省钱 你会想说那我买低一点的 报低收入 可是因为你后来的资料 如果你显现你真正的收入是高的 那实际上会被政府追税 那会不会有 penalty或罚款之类的 假如没有买保险的话 就会有罚款 假如我们有买保险 但是那个补助金拿得太多了 我们就要还给政府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两夫妻其中一位在公司那边 可以帮 比如说先生的公司可以帮太太 买保险的话 这个情况下太太 她自己就不可以去申请这个政府的补助金了 所以这个部分听起来因为奥巴马保险 好像是针对低收入户所提供的 所以一的是说 如果你收入其实比较高 但是你为了要买奥巴马保险 报低收入 那你会被追缴 另外一种可能是 其实你们家不是低收入户 虽然说 比如说太太在家里没有收入 但是先生有赚钱 在公司其实可以保险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是没有办法买奥巴马的保险 对拿不到这个补助金 OK 所以那这个时候在扣税的部分 就会变成说你 合并报税 夫妻合并报税 或者是你显示你真正收入的时候 你就会被政府发现 其实你是不符合资格的 那会被政府追缴 对 那我们这里 会有办法帮客人调整 客人的收入 可以调整高一点 低一点 所有都是在合法的范围来做 也就是说 这个部分收入不是说 我们当然大家想报低 可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可以结税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 可能有几个项目 那些项目如果 适当的被扣抵之后 整个收入会变低 可是这个最好要透过比较 要专专业的调整跟结税的方式来做 是这样吗? 对 那还有其他的项目是您觉得 大家可能会比较疏忽或需要提醒的吗? OK 很多人 比如说基督教 信佛的人 都是很喜欢做donation cash donation 很多捐款 这样的话 法律说 假如你donate了250块以上的话 那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一定要给你发一个receipt 那你就可以拿这个receipt 拿去扩税 假如不够250块的话 你可以要求他开一个receipt 像我自己是基督徒 也是在教会有奉献 所以像刚刚Jimmy你讲的意思是说 如果250块 他一定要给你开收据 那这个收据如果没有 你一定要跟他要 可是即便没有250块 我们也是可以跟他要收据 对 那这些收据加起来 collect的这些donation 有没有一个抵扣的限额? 有 是大概多少钱? 大概你的收入的一半 比如说今年我的收入是10万 这些donation 我只是可以扣5万块 超过5万块的话就留下来 明年再用 OK 所以其实donation 有点像那些有钱人 他们捐款有的甚至90% 所以donation的部分 其实可以抵扣高达50% 对 然后有一个好处 听起来就是第二年也是可以再用 插过的话 哇OK 所以这算是一个鼓励大家捐款的好方法 可以抵税 所以捐的越多 你可能税缴的越少 如果不愿意缴税给政府的 或许可以考虑多多捐款做好事咯 那所以像我们来做个总结 就是说 在报税期间我们今年就是要注意说 因为在无论有没有extension 在4月18号之前都要记得缴税 那在那之前的assime很重要 要知道有一些东西可以扣底 那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请就是 黄奥会计师就是Jimmy来跟我们讲说 给我们一个最小的summary就是 让我们知道说 诶 扣底的部分 大家的 给大家一个最后的提醒好吗 OK 所以第一最普遍就是traditional IRA 学生贷款的利息 健康保险 去看医生看牙医 买精子 cash donation 然后假如有房子的话 就是贷款那些利息 然后还有property tax 这些都可以拿来扣税 OK 所以听了那么多 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大家找专业的纳税代理人 那包括律师 然后有的报税会计师 都可以来协助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祝福大家报税顺利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 hit like 然后请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谢谢 拜拜